如果现在和宝宝们聊起张恒,阿美想大家一定会是一副茫然脸,张恒是一副,哒哒哒,张恒就是被播放了十几次的下西神剧《环珠格格》里塞亚公主的扮演者张恒一出道就拍了《环珠格格》,这是他进入影视圈的第一个作品,也是凭借这个作品一举成名,在《环珠格格》整部剧估计只有他的韧性程度,可以和小燕子PK吧。 张恒是赵薇,黄晓明以及陈坤的同学,感受一下明星的同学聚会,好多熟悉的面孔,短发,素颜,男性发的眼镜,在女明星中真的是不知一格,但是身材保养的还是棒棒哒,39岁的张恒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,刚出道的时候张恒的颜值跟官之灵有些像,所以当时她也被称为小官之灵,但是她的记录跟官之灵却没有那么相似,在事业上,她坚持做自己, 每年的戏基本上没有断过,但是也没有排得满屏幕有休息的时间,大概从拍《粉红女郎》开始,张恒的角色定位就有点变像《坏女人》,张恒还和TFBOYS一同出演了网剧《超少年密码》,张恒在剧中饰演王俊凯的妈妈,时尚辣妈的形象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,因为这个角色还被称为国民婆婆了呢。 据悉,张恒于2009年淡出迎庭,之后就一直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,2012年,张恒产下了宝贝女儿与一度专心带孩子,张恒的演技很赞,她演起那新戏来十分到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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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